宗图大事录 第21章 我们离别了他们,便开船一直航行,来到科斯。 第二天到了洛多,又从那里到了帕塔拉。 我们遇见了一只要开往斐尼基的船,便上去航行。 我们望见了塞浦路斯,就从他左边驶过,向叙利亚驶去。 在提洛靠了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 我们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因圣神的末世,告诉保禄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日子一满,我们便出发前行。 众人同妻子儿女,陪送我们直到城外。 我们跪在岸上祈祷,彼此辞别后,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 我们从提洛到了扑托泪买,便行完了航程。 向弟兄们请过安,就在他们那里住了一天。 第二天我们出发,来到凯撒勒亚,进了传福音者斐里伯的家,住在他那里。 他是七执事之一,他有四个女儿,都是真女,能说预言。 我们住了多日,有一个先知,名叫阿加波,从犹太下来。 他来到我们这里,拿起保禄的腰带,将自己的脚和手绑了,说。 圣神这样说,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这样捆绑这条腰带的主人,将他交代外邦人守住。 我们一听这话,就同当地居民请求保禄,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禄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啼哭,使我心碎呢? 为了主耶稣的名,我不但准备受捆绑,而且也准备死在耶路撒冷。 我们既不能说服他,也就静默了,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吧。 过了几天,我们便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有几个凯撒勒亚的门徒也和我们同去, 他们领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塞浦路斯人穆纳松那里住宿。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高兴地接待了我们。 第二天,保禄同我们去见雅各伯,众长老也都聚集在那里。 保禄向他们请安以后,就将天主在外邦人中借他的服务所行的事一一叙述了。 他们听了就光荣天主,并对保禄说, 弟兄,你看,在信教的犹太人中迎千累万,都是热爱法律的人。 关于你,他们听说你教训在外邦人中的一切犹太人背弃眉色, 说不要给孩子行割损礼,也不要按规律行。 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总会听说你已来了,你就按照我们告诉你的去办吧。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他们都有怨在身。 你带这些人,同他们一起行取节礼,并替他们出钱,叫他们剃头。 这样,众人便知道自己关于你所听到的事原是假的。 而你却是个循规蹈矩,遵守法律的人。 关于信教的外邦人,我们以写信决定, 叫他们借毙寄邪神之物、邪、致死的禽兽和奸淫。 于是保禄就把这几个人带去, 第二天,同他们一起行了取节礼,以后进了圣殿。 承报取节的日子何时满期,何时为他们每人奉献贡物。 当七天快完时,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见保禄在殿里, 就煽动所有的群众向他下手,喊着说。 以色列人,请帮忙! 这就是到处教训众人,反对人民,法律和这地方的那个人! 他还领了希腊人们进圣殿,亵渎了这圣地! 原来,他们以前见过恶辅索人特洛斐摩同他在城里,就以为保禄领他进了圣殿。 于是全城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禄,把他拉出殿外,立即把门都关上。 他们正想要杀他时,有人上去报告给营部的千夫长说, 全耶路撒冷都乱了! 千夫长历时带着士兵和百夫长跑下来,到了他们那里。 他们一见千夫长和士兵就停止,不打保禄了。 于是千夫长前去,拿住保禄,下令用两条锁链绑了, 所以查问他是谁,做了什么事。 群众中有的喊这,有的喊那,由于乱嚷,千夫长不能得知实情, 便下令将保禄带到营里去。 当走上台阶时,由于群众挤得羞猛,保禄只好由士兵抬着, 一群百姓跟在后面喊着说, 除掉他! 快要带进营盘时,保禄向千夫长说, 许我向你说句话吗? 他说, 你会希腊化,莫非你就是前些日子作乱, 带领四千匕首党人,往荒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 保禄答说, 我是犹太人,是塔尔索人, 基里基亚的一个并非无名城市的公民, 我求你,准我向百姓讲话。 千夫长准许了, 保禄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挥手, 大家都安静下来后, 保禄便用希伯来话至词说。